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港湾之后有很多有趣的新闻 男子在广东的友谊院杀人造成641伤 贵州著名的景点火灾 以下是新闻场室内 一代荷兰政坛之声混亂 荷兰下台的首相雷特 今早上宣布退出政坛 在国会关于第二世界内阁跨台辩论之前的声明中 他表示自己 不会再次担任自民党的领袖 他只是希望暂时继续留任 即将适任他看守来过的首相 雷特说 最近几天有人猜测 什么是激励我的动力 唯一的答案就是荷兰 我的立场完全服从于此 星期日 我决定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 不再担任自民党的选举领袖 发表了这一则声明之后 雷特在媒体表示他心情很复杂 李伟即将的四任国首相说 这个并非完全没有感情 但传递接力棒的感觉也很好 雷特创造了首相任期最长的历史 今天国会的辩论 在上午11点钟开始 辩论的内容 将是内阁跨台原因 还将讨论即将到来的大选 如何进行 星期五晚上 现在的内阁就移民政策问题解散 经过几个月以来 关于限制庇护者拥有的措施 进行激烈的讨论之后 执政联盟的四个党派 得出结论说 没有办法共同达成协议 尤其是雷特的自民党 和最小的执政党 基督徒党针锋相对 先前 雷特暗示 他仍然有意将担任自民党的选举领袖 这样一来 只要自民党胜选 雷特仍然可以 再做一届首相 不过 不少在野的政党已经表示 可以考虑与自民党合作组国 但是 只要雷特在 就不再合作 说他靠不住 而工党和绿党的领袖也表示 雷特必须马上下台 甚至连看守的首相也做不到 但是 今天雷特的退出受到一致的赞扬 荷兰的绿党、工党和自由党已经宣布 他们将在今天辩论中 提交对雷特的不信任动议 不过 在雷特宣布退出政策之后 这个动议撤销了 拜登和苏立克 在首相府发现喝茶 北约封会星期二在纳图典登场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日和英国首相苏立克会晤 聚焦荷兰的安全保障 瑞典入会 强化北约东役等封会重点的议题 以及英美在安全、经济等领域的合作 星期日 是苏立克在去年10月上任以来 第六次与拜登的会见 这个亦是拜登在任期间 第一次访问唐宁街十何的首相官邸 拜登星期日晚抵达英国 星期日早上 与苏立克俯行了双边回答 持续了近40分钟 一行人 大约在11点20分 离开唐宁街 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国务卿布林肯 等美方高构的官员出席 为了迎接拜登 英方看见的 在手上的官邸前 铺上了红地战 唐宁街前面的主要道路 中央政府部会大陆联络的白厅 部分的路段也实施封锁的管制 指出不进 双美回答开始前 拜登和苏立克在唐宁街的翻译喝茶 接受记者团拍摄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拜登称苏立克是最亲密的友人 以及重要的盟友 而苏立克表示 双方能够继续以开启的对话 是很好的事情 普京在克里姆林肯 会见了普利哥俊 俄罗斯总统的发言人佩斯科夫说 普京会见了俄斯 雅加纳雇佣军的堂摩普利哥俊 佩斯科夫表示 普京邀请包括普利哥俊 和雅加纳其他指挥官在内的35人 参加了6月29日 在克里姆林肯举人的会议 会议持续了大约3个钟头 这个报告令人震惊 因为普京在兵变的当日 说雅加纳的兵变分子是叛徒 并谈到了这个是 背后统刀子 这个发生的雇佣军 向莫斯科进军的时候 这次的兵变之旅 最终被距离俄斯首都几百公里以外的 普利哥俊终止了 佩斯科夫说 在6月29日会谈中 普利哥俊和其他雅加纳的领导人 表达了对普京总统的无条件支持 他们说要继续为祖国而战 会议期间 普京还对前线行动 和6月24日的事件 做出了评价 此外 还说了阿格纳的战士 将来怎样参加战斗等事情 荷兰媒体NOS的俄罗斯问题记者 德格拉夫说 普京和普利哥俊的会面 标志着兵变后的新转战 这一场兵变 被看成是过去的23年以来 对总统普京任期的最大的威胁 他说 我们知道 普京可以忽视很多东西 比如说怯罗 愚蠢和腐败等等 但是背叛对他来说是最严重的事情 并没有人能够逃脱这个情分 而普利哥俊和他的手下 能够发动武装的兵变 打落了俄斯基的飞机 杀死了飞行员 但是能够和普京坐下来 并获得新的职位 这个事实是令人困惑的 他还说 这个似乎是某种公关活动 自在表明普京重新掌握了控制权 甚至可以控制了最叛逆的叛乱领导人 但是这也可能表明 普京仍然非常依赖普利哥俊和他的军队 这个至少在战争的继续期间是这样做 但是就目前而言 这次会面提出的问题多于答案 自从6月24日兵变以来 普利哥俊本人 并没有公开的路面 只是出现了他的音频讯息 关于他的下落 目前还不清楚 普利哥俊曾经表示 他发动兵变是出于对俄罗斯军方最高层的国防部长 绍伊古和总参议长格拉西莫夫的不满 几个月以来 雅加纳领导人 一直严厉批评他们对湖南战争的态度 自从兵变以来 格拉西莫夫也一直没露面 但是他的视频在今早首次出现 这是几个星期以来的第一次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了一段视频 显示格拉西莫夫正在听取一名空军将军的报告 他向格拉西莫夫 讲述了乌兰对克利米娅等地的导弹袭击 被击退的情况 据俄罗斯国防部说 襲击事件和情况的通报都发生在昨天 不过据称 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解除了格拉西莫夫在湖南的职务 但他将继续领导俄罗斯军队的总参合部 不过 与磁战的问题 不再有任何关系 据称 驻罗兰联合部队的新任指挥官 是54岁的特普林斯基 但是 莫斯科时报的消息 还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 叶伦访 后面的花边新闻 美国财长叶伦 访问中国期间 除了与官方的会认之外 白豪 还私下宴请了9位 中国年轻的女性经济界人士 包括经济学人集团 中国区总裁流线 著名科幻小说 北京折叠的作家 北京清华经济学博士 郭警方等 但是此举 就激起了中国网友的民族主义情绪 一些网友甚至扣母子 批评这些女经济学家 是美国官方认证的反财 微博图片显示 耶伦和几位中国女性的经济学者 共准午餐 地点选在北京的长安一号 经济学人中国区总裁 流线之后发推特表示 非常荣幸地能够参与餐聚 他一直欣赴耶伦 在劳工学术和政策方面的工作 形容耶伦非常聪明而自己亲切 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榜样 而大陆知名媒体人安提 昨天在推特上表示 参与这场饭局的 郭警方公布了饭局对抗的摘要 主要讨论了中国年轻女性经济学家的生涯发展 生育对中国女性职业的影响 以及中国房地产党问题 耶伦在法国上说 希望可以推动美中经贸联结 他说 他在美联主持的 还计算过去掉中国关税的好处 但是这个在白宫比较难推动 这件事件 在网上引发了讨论 大批中国的网友扣母子批评 有人说 但凡去的肯定默认是七美派 美国官方认证的反差 另外耶伦在北京进行访问期间 曾经在白浩拜会了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 据称 竟然频频向中方鞠躬 网上还贴出了耶伦鞠躬的照片和视频 通过媒体报道之后 引发了美国国内强烈的反应 批评耶伦此计有弱国家 不过 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9号表示 总统拜登认为 耶伦进行了非常重要 而且具有实质性的互动 维持美中沟通管道的畅通 清楚传达华府的意图及关切 相当重要 此外 还有中外媒体的新闻 专注耶伦访问的第1日 在餐厅的大堂农餐 点了云南菜 并且说耶伦很会用筷子 是筷子外交 男子在广东有医院杀人 造成鹿死一伤 中国广东省连江市 黄山镇发生了一起 贵伤害岸 造成六个人死亡 一人受伤 当地的军人反映说 有人迟到在一间有医院行空 有儿童和成人受伤倒地 官方说 遇害者的身份还在核查之中 联光市公安局报道说 联光市黄山镇 星期日7月10日 早上7点40分左右 发生了一起故意伤人案 导致六个人死亡 一个人受伤 通报说 警方在当日8点左右 将犯罪的严人 25岁的男子 不纠结 专门归案 目前 案件正在加紧征盘之中 警方通报显示 犯罪严人吴卯杰是联光市人 澎湃新闻此前报道说 有联光的居民反映 有人迟到在某个友人员行空 门口一个小孩和两个成人 受伤倒地 联光市教育局人员表示 已经介入处理 另据湖北京市报道说 网传的遇害者包括一名老师 两名家长以及三名学生 广东联光市宣传部的工作人员 对此回应说 事发当日上午案发之后 公安机关已经介入了调查 案件的起因 以及6名遗害者的身份 还在调查核实之中 大陆华商报报道说 一位不怨巨名的爆料人说 行空的男子25岁 现在说 在6名的死伤者中 其中一名的死者 开始撞了他自己的小孩 然后一直并没有赔偿 因此产生了糾纷 所以 才发生这个短纹事件 中国贵州著名的景点火灾 著名的贵州西江千户苗寨景区 星期一早上10点发生了火灾 地点是景区丰尔桥 附近的一栋木建筑 消息说 是一家民宿 消防员迅速到场 将火九息 目前并没有伤亡的数字 不过 目击者说 有人在三楼跳下来逃生 目前这个景区已经关闭 而起火的原因 仍在调查之中 好 今晚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为止 我们明晚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